2024 巴黎 全英雄 大家好 我是廖言寶 大家好 我是艾卡 运动女孩艾卡 你之前带大家观众朋友一起了解 这个网球 羽球 还有举重 今天要带大家看什么精彩时刻 看我手上 嘿 这个球拍 今天点兵点将就是要来聊聊 六度披上奥运战旁的桌球 教父庄志渊 没错 庄志渊的脸看不出来 她已经43岁了 而且她从8岁就开始打桌球 等于说球龄算一算超过35年 她可是写下代表团史上 参赛最多届的选手记录 她之前也说了 今年是她最后一届奥运 我很佩服庄志渊的是 她在战场上面 她不吝啬把她技术 接棒给她的徒弟高成瑞 也带着小林同学林云如 征战大小的比赛 用实战来传承她的经验 我是训练偶像界的明日之星 林云如是桌球界的新一代明星 我们心心相惜 小林同学真的好厉害 上届冬奥男单拿下第四名 我都被圈粉了啦 好啦 艾卡 艾卡 有时候你真的该学学 小林同学的冷静跟淡定 不然我站在你旁边 都快被这个粉红泡泡给淹没了 桌球老带小的街棒传奇 一起来看看吧 师徒两人场上来回交锋 桌球教父庄志渊 再次披上奥运战袍 第六度出战 写下台湾队参赛 最多届的选手记录 自己的缺点 自己随着年纪吧 然后这么长时间 只是越来越清楚 但是在去调整的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 想打到最好状态 无奈岁数越来越大 年轻后辈层出不穷 庄志渊世界排名广下掉 第六次扣冠奥运 却是第一次无缘单打项目 将由徒弟高成瑞解放 就是成瑞跟我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他就是小时候 就在我球馆那边长大 其实他打跟我打 我觉得是差不多意思 从小的时候就会跟他聊 但他们小孩子 目标都是放在奥运 2004年雅典奥运 首度取得国手资格 而庄志渊最佳战机 是伦敦奥运 男单第四名 如今交棒高成瑞 师徒搭档也将联手出征 奥运男子团体赛事 全成意味浓厚 步伐肯定是不会卖得 比这些年轻的还要大 但对我来讲 如果说对自己来讲 只要能卖出一点点 我觉得那个效应 都是会感觉到很大 当然有一个参加过五届 然后又是这么 就是每个人相处的人 然后会特别的安定 不管是我还是 原格去打这男单 就是都会去尽全地 打每场比赛吧 19岁的高成瑞 分享庄志渊 不只是教练 也是精神支柱 坚持不懈的态度 是他学习榜样 12岁独自一人 南下高雄 向庄志渊拜师学艺 球季突飞猛进 和庄志渊林云如在市井赛 夺得铜牌 一举拿下巴黎奥运 桌球男团资格 关键一役 一战成名 抓紧时间跟新搭档 培养默契 林云如上届冬奥和正宜静 抢下史上第一面桌球混霜铜牌 这次搭配陈思宇全形出籍 最重要的还是多花一些时间一起训练吧 然后因为这一个月就尽量也是比赛比较少 然后就尽量在这 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一个混霜训练吧 男生女生球入不同 需要更多时间合拍训练 培养默契 但两人合作也得熟悉个性 陈思宇偷偷爆料 身为神话一哥的林云如 常用眼神交流 连称赞都很害羞 陈思宇我打好了 他就会在旁边默默的 然后那个音调也是低八度的说好球 然后就是如果打得比较漂亮的球 他就会表现出很惊讶 他就呼 对 他就突然在我旁边就呼 沉默寡言的小林同学依旧席自如今 但在桌球台前充满自信 眼神犀利 第二度登上奥运殿堂 搭配四度叩关的学姐陈思宇 强强联手 全形火花